如果两个人不对 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有一个说法叫做贴错门神 为什么要这样叫门神 是一对的 左边的门神看右边 右边的门神看左边 即是贴错的话大家会对望 贴错的话 反转来贴 就变成有人望一边 你不望我 我不望你 所以很全神 贴错门神 那两个门神有名字 这两个就是他们的名字 如果你之前没有留意过 我包你读错这两个名字 起码四个字读错三个字 你怎么读呢 这个门神的名字读神书 这个读屈律 不读神 这个不读徒更加不是查 有些人说神查 那当然不对 神徒也不对 读神书屈律 是两个门神的名字 在土岛上有一个山 山上有一棵很大的桃木 树枝很密 很密 原来是什么呢 原来是什么呢 原来是鬼在那里搞事的 那棵树在东北角开口 所有的鬼都要由东北角的缺口出入 神书和屈律 是两个神 他的手在出口看着鬼 这两个神很厉害 他又不用X光 又不用红外线探测器等等 一眼就看出哪些鬼 是不是好鬼 就是进来搞事的 那即刻就捉了他 就用那些芦苇草拿着 就扔去喂老虎 所以呢 这个呢 就被民间借了他 借了他两个神的尊容 就用来做守门的大将军 那是门神就是这样来的 通常呢 新书就是贴在门左边 就是对着街来计 这个屈律呢 就在右边 面对面的 有些人呢 还在门顶掛一些芦苇草 可能还画一只老虎 那叫你这些恶鬼 坏鬼不要来啊 所以所谓贴错门神的意思 不过呢 特别要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这个字呢 就是在这个门神的名字那里才读的 平日呢 当然大家熟的了 这个字呢 就读个图字 就不是茶字 他比茶字多了 那图是什么呢 这个图呢 就是芦苇草上面的白花 那他开花的时候呢 你一看一看一片白茫茫 就是盛放了 那所谓如火如荼就这样来 火一烧起来就很猛的嘛 荼就是这些花呢 一游的时候 哇 整片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一种活动 或者一个现象正在呢 是进行得非常之热烈 或者那个很盛大 那叫做愚火愚荼 譬如说 现在中学文憑史 考得愚火愚荼 用这个图字 这麽特别的读法呢 你用那个门神的名字才是